好 继续来关注国际焦点 法国因为飞翼少年 遭到警察枪杀的抗议暴动 已经持续六天了 而且手段越来越激烈 甚至有市长官邸遭民众纵火泄愤 导致市长夫人受伤 严见暴动逐渐失控 飞翼少年的外婆也站出来 呼吁抗议民众该停手了 不要再攻击无辜的人 本该是阳光明媚的周末午后 位于法国南部的马赛 却笼罩在催泪瓦斯中 街上民众惊慌逃窜 还有步伐人士趁机纵火 警方出动直升机在空中盘旋 街头宛如战场 法国各地抗议飞翼少年 遭警察枪杀 骚乱进入第五天 天色越晚 事态越失控 示威者与警方展开追逐站 在一边丢东西攻击执行远警 法国中北部城市 拉伊莱洛斯 市长上部轮的关底 更遭到暴徒 开车冲撞 并且放火烧屋 现场还能找到助燃剂 市长家人 遭到波及受伤 市长家人 打开车冲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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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很多城市 和城市的城市 被冲撞的攻击 在巴黎中央 再次准备暴徒 警察在资县冲撞 目前为止 法国各地 已经发生上千起纵火案件 超过三千名示威者 为蓄意肇事被捕 眼看流血事件 越来越多 遭枪杀少年的外婆 现在站出来 呼吁大家要冷静 也许是老人家痛彻心扉的护育起效用 周日晚间巴黎显得平静许多 相比前一天超过700人被捕 周日只有逮捕157人 不过当局还是加派4.5万名警力与宪兵 加强戒备 这次非议少年枪杀案引发的暴动 也让法国社会不得不正视 长期种族歧视所卖下的隐忧 当 Niall was killed a first statement was published by another union of the police who congratulated the cop for killing 17 teenagers 因为年金改革问题 民调大跌的法国总统马克宏 现在更是蜡烛两头烧 在非议少年遇害当天 民调显示反对马克宏的人 就逼近七成 他因此和法国上下议长 密集会商讨论平息暴论的方法 也取消原定放德国的行程 The situation, of course, remains unpredictable and even if things were to fizzle out at this particular juncture the fact remains that there would be a lingering malaise in French society opposition to Emmanuel Macron is significant and that he's lost his legislative majority and we know that moving forward not so much for him as an outgoing president but for his party that the objective remains to capture the votes on the right and to poach on far right 专家认为民众已经受购马克宏施政 很多人才会选择 用这种激烈手段来发声 Whether it's fashion, you know, the Tour de France you know, other major events the upcoming 2024 Olympics and, you know, ironically they provide not just great visibility to France but also visibility to individuals groups and communities who might feel that they're not being heard adequately domestically and they know that they can amplify their message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by drawing attention through protest to their plight and thereby applying pressure to the government and I think that when it comes to the GDP 今年法国GDP 可能比预期要低 至成长0.6% 负债更高达3兆欧元 創纪录 据传马克宏 为了弥补赤字 可能宣布加税 如此一来 民怨恐怕更没完没了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乌克兰销早宣称 这波反攻行动 过去一个星期 又躲回了37平方公里的尸土 而俄国媒体晚间则报道 乌军多次尝试跨越地孽薄河 都遭到俄军的击退 乌军渡河失败 而乌军现在的目标很明显 除了要躲回巴赫姆特之外 南部战线 是希望一路打到克里米亚半岛 不过俄军兵分四路 还是强力阻止乌军反攻 坦克车开一开 炸成大火球 俄罗斯士兵跳车逃命 第二轮轰炸马上来袭 巴赫姆特反攻进行室 画面中的是美制MK19 流弹发射器 无人机锁定再用炮弹齐袭 巴赫姆特是这波大反攻 乌军主力推进区域之一 但不止东部 南部也有一条战线 根据乌克兰国防部说法 乌军正朝着俄罗斯占领区 梅利·突波尔和博德·杨斯克的方向推进 目前取得了一些成果 终极目标 直指克里米亚和亚素海 周恩斯基在乌克兰海军日当天 对着俄军呛瞎 马上就看到俄罗斯BM-27 预风多管火箭被摧毁 随着乌军逼近 南部二战区 居民天天听到交战的声音 但俄军抵抗很顽强 大量资源投向东部战场 乌军承认巴赫姆特以北的 利曼和史瓦托维还有以南的阿夫迪夫卡 以及马林卡总共四个地区爆发激战 而且是俄军站上风往前推进 乌军在这四个盾内刺客激战区打得相当辛苦 两边军队相距不到一公里 头顶随时会有炮战掠过 也有不少乌克兰士兵在这边付出生命代价 所谓的大反攻对乌克兰来说 但乌克兰军方似乎有信心 年底前拿下重大成果 收复二战区西方军援很重要 西班牙总理刚刚拜访乌克兰 就宣布提供额外四辆爆二坦克 美国M1-13装甲运兵车 也在乌冬很活跃 但这些还不够 美国震撼盟友讨论军援升级 美国总统拜登计划本周启程前往欧洲 先到英国再去立陶宛参加下周二北约峰会 军援乌克兰可能还是讨论重点 而乌克兰首都基辅时隔12天再度遭到 俄罗斯无人机的夜袭 不过全部遭到拦截 没有造成死伤 俄罗斯在兵变后 对乌克兰是加大空袭行动 甚至传出不排除引爆 炸波罗热核电厂 乌克兰是一边打仗 还一边要展开核灾演习 基辅的夜晚一点都不平静 空气警报响不停 马上看到火光喷剑火球坠落 经过平静的12天 周日夜间 俄军的神风无人机又来偷袭基辅 房子屋顶破了一个大洞 多亏基辅多层防空体系 没有重大伤亡 拦截飞弹兴奋大喊 在西方军援支持下 乌克兰防空战功标柄 今年最不平静的5月 就设下149枚巡异飞弹 将近400架无人机 11枚伊斯坎德弹道飞弹 连普钦引以为傲的 匕首极音速飞弹 也设下至少七发 豪华防空阵容中 就包括德国支援的 猎豹防空炮车 这就是猎豹执行任务的画面 每一个小红点 都是一枚防空炮 猎豹部队训练一个半月就上阵 他们知道自己身负重任 但先进军备几乎只部署在基辅 南部赫尔松 7月第一天就遭到轰炸 至少三人受伤 连武军战略要地 安东诺夫斯基大桥 也被俄罗斯飞弹炸成两半 东部盾内刺客也被俄军狂轰 这所学校整面墙被炸开 二死六伤 最让人担心的恐怕是扎波罗热 这些东西留下了 后撞出两个射箭 S-300 奥区执弃了它 扎波罗热最危险 因为核电厂就在这边 乌克兰警告 俄军有可能在撤出扎波罗热时 炸掉核电厂 乌克兰总统责任司机 特别开会讨论对策 这就是严重的危险 因为美国技术预定 为准备发生 一个地区 在地区 这个能够带出扎波罗热 扎波罗热当地 未雨绸缪先办核灾演习 全身防护医到处洒水 当然小孩都要测辐射 核电厂附近的居民很担心 一下大规模空袭 一下又用核电厂威胁乌克兰 恐怕都是俄罗斯 转移注意力的手段 就是普利格金当初这番话 重重打连普钦 所谓腐蚀性影响 也包括俄罗斯今年军事预算超过台币两兆 占GDP高达4.4% 不管政治还是经济面 普钦都有不容乐观的理由 TBS新闻最后报道 而俄乌战争看见了通讯卫星的重要性 国家太空中心主任吴宗信初步模拟 台湾需要120枚的低轨通讯卫星 才能确保24小时通讯不中断 有专家就认为低轨卫星的频宽容量比较少 但仍然无法完全取代海底电缆的通讯网络 这是X波段卫星合成孔径雷达的其中五分之一 原来的长度达到五公尺 平常不在陆地上 而是在低地轨道运行 很重要的一块是这个所谓的卫星的影像服务 而且是高频的高解析度的影像服务 它常用于环境灾害观测 属于全天候主动摇杆系统 在平时和战时都能发挥功能 太空禁备不是未来式 而是现在进行是世界强国大举投资太空领域 美欧日中等国布局低轨道卫星产业供应链 一方面是整个太空的产业 它的成本已经大幅的降低了 第二件事情是5G其实也在往下发展到6G的阶段 其实地面上可以做的空间非常的有限 那加上这个政策的发展又往这个打仗的关系 特别是手机的骨干非常容易被毁坏 因此呢这种种的因素造就了说 整个去全球的虚实就往低轨卫星去快速的发展 尤其在乌尔战争爆发后 乌克兰电信设施遭破坏 世界首部马斯克以星链低轨卫星救援 确保通讯顺畅 引发全球对低轨卫星的重视 包括它海南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的时候 它海比电缆就被俄军破坏 就是星链也就是提供了一个紧急的一个备源方案 让乌克兰的部队跟重要的机构 只要有这些卫星的接收器 今年初台马海岸事故影响马祖通讯 外界担心若台湾因为战争 导致海底电缆断线 就需要有不断飞绕的低轨卫星 当作对外通讯的备源方案 低轨卫星基本上它是打破了传统卫星产业的 这样的一个生态系 让大家发觉说这种快速太空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它不再需要像过去可能需要花 五年十年去研发一颗卫星才能够发射上去 三十年前你要发射一公斤的物体到太空上 可能要花十万美金以上的成本 到现在可能只要花一千块美金的成本就可以达到 国家太空中心主任吴宗信初步模拟 要确保二十四小时通讯不中断 台湾需要一百二十枚低轨通讯卫星 卫星科研方向将延续辅慰五号任务 发展光学窑测卫星辅慰八号采六加二共八枚 据太空中心首颗我国自制通讯实验卫星 明年将投入太空环境测试拼二零二五年发射 未来当然国家政策可能会有一颗一颗的 大概往上可能是两颗加上六颗等等这样的一个发展 未来在数十颗达至到百颗的这种所谓的星系的规模 其实这个可以从国家的政策或者是在国际合作上 都可以去琢磨 不一定是要由我们自己完全去建造这样的一个星系 其实像Elon Musk他的Starlink这样的计划 他在今年的上半年他就已经发射了将近一千颗的卫星 所以取决于一个公司一间公司或者一个国家 你投入多少的成本跟资源来决定于 你要多少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星系的规模 专家认为台湾有常任的ICT极光电产业 还有相对低的人力成本 在新的太空生态系占重要地位 然而低轨卫星频宽容量有限只能做紧急应变 无法完全取代现有海底电缆的通讯网络 海底电缆的这个频宽的仇宅 大概会是低轨卫星的大概5000倍左右 低轨卫星未来在台湾扮演的角色 还是会把它当成就是一个辅助的 台湾的基地台就是包括4G跟5G的 有将近11万个基地台 如果要提高我们资讯安全的这个韧性 第一步要做的是 让这些基地台有更强的电力供应能力 那第二个就是强化我们的这个地底的光燃 尽管如此世界各国人致力于发展卫星科技 在这场太空大战中 位于重要战略地位的台湾 没有缺席的理由 TVBS新闻正盛为王浩宇新竹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